作詞 打擾 順序 各位同學 歡迎來到數位訊號處理器 我們這個part 我們將接續接下去 來討論我們的時間技術器模組 時間技術器模組 主要是他是利用一個counter 来计算产生出我们的载波 那时间技术器模组的功能 它主要是设定EPWM时间技术器的频率 或它的周期来控制事件的发生 它也可以管理EPWM模组间的时间的同步性 也可以保持EPWM模组间的相位关系 然后这些事件包含了 可根据它里面技术器的值 可以产生CTR等于PRD 也就是说它技术器的值等于它所设定的周期数值相等 或是CTR等于0 也就是说它技术器的值为0 这些就是事件发生的情况 或是我们也可以来设定 我们时间技术器的时迈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Counter 那Counter的时迈是可以透过系统时迈来出频得到的 那时间技术器模组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块图 它这边它的Counter我们可以来设定 它是上属或是下属 也可以设定这个技术器的最大值 然后也可以来设定技术器 它的时迈 然后这边时迈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经过System Clock Out 来透过除频之后产生出来的TBCLK 那TBCLK就是这个技术器的时迈 主要目的是我们不想让这个技术器数太快 因为我们知道System Clock Out的时迈比较快 所以我们通过除频之后可以得到比较慢的时迈来计数 那这边我们看到它技术器有一个设定周期的暂存器 那这边是有一个有效周期暂存器 它上面有一个影子周期暂存器 那主要用影子周期暂存器的目的是用来避免 如果我们直接来改下面那个有效周期暂存器的话 我们在改的过程中 也许我们硬体电路正在与Counter的数值在比较 这样会导致系统的误动作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影子周期暂存器 间接的来修改我们周期的时间 避免直接改下面那个有效暂存器 而影响到它目前跟技术器比较的结果 那我们看到当这边有一个比较器 当技术器的值如果等于周期暂存器的数值的时候 我们会将技术器重置 就是会把下面那个Counter reset掉 好那这边我们也可以设定 它可以接收其他一PWM模组的PWM同步讯号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说 这个Counter它这边有个路径 它里面有一个信号是Lode 载路 那载路是由谁来控制呢 是由其他PWM模组的信号 来产生这样Lode载路的信号 这边也看到了 它同时也可以设定给其他一PWM模组的PWM同步讯号 所以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多工器 它这多工器输出是一个一PWM SYMCO 这信号就是说 这个模组产生给其他一PWM模组的同步讯号输出 那这个同步讯号输出 可以由CTR等于0或是CTR等于其他的CMPB 这些东西来产生 所以我们通过选择来决定 我们的产生给其他一PWM模组的PWM同步讯号是什么 这边来看一下它技术系的技术模式 它可以由上数 然后它上数会数到TBPRD这个值的时候 就不再上数 它就会reset成0 再重新上数 然后说产生出来的会是一个非对称的波形 或者是用下数的方式 那下数的方式是说从TBPRD一直下数到0 它就会load到TBPRD这个数值 然后这样也是一个非对称的波形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技术器 主要是为了产生我们迈宽条变的载波信号 或者是我们产生出一种对称的波形 也就是说先上数再下数 上数到TBPRD的时候 它再下数 数到0 然后再上数 这样的波形会是个对称的载波信号 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EPWM模组它的相位同步 我们知道说在不同EPWM模组之间 它可以选择它的同步讯号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它这边有一个费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组的PWM讯号它counter是从0开始数起 如果第二组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它与第一组的相位差120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第二组的EPWM同步讯号可以从第一组的同步讯号输出来灌进来 也就是图上看到蓝色线的地方 所以有了这个蓝色线的讯号 第二个EPWM模组就可以知道 ctr.0的时候 这个时间 也就是说当它设定fide 120度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设定当ctr.0的时候 之后过fide 120度的时候 它才会开始做上数的动作 接下来如果我们再接第三个PWM讯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发现到说这三个模组 它们都会由这条蓝色的路径来得知到我们这个ctr.0 这样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时间 然后接下去分别每个模组 各自依它们所需要的向角 来产生出它们的上数的时间 所以这样可以产生出三项的载波讯号 那这样的有相位差的载波讯号 主要是有时候我们为了控制 例如说有三项马达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知道 PWM之间它讯号的相位差 好那EPWM的时间计数器的暂存器 包含了控制 包含了状态 也包含了相位 也包含它里面计数器 也包含它的计数器的周期时间设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它的控制暂存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包含一些设定 好那我们主要看这一个CLK-DIV 跟后面那个HSP CLK-DIV 这两个数值主要是为了来除屏 除出我们刚才讲的TB CLK 所以可以看到上面有公式 把System Clock Out除上这两个值的相乘 就是我们的计数器的时脉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位元 是来设定我们的相位的方向 设成0跟1它都不同的意思 然后这时候当使用这个时候 只能用在上下 上下属的计数器 就是Up and Down Counter 不能用在只有上属或下属的Counter上面 然后它其他的暂存器的设定值 包含了这些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说 我们可以选择同步讯号的输出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图形 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设定 这两个bit来设定说 到底它的同步讯号是从哪边来的 例如说00是从EP-DIVM XYNCI来的 或是从当Counter-0 或是当等于比较起B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选择 它的同步讯号的来源 然后这边Counter Mode 也可以来设定 它是上属还是下属 还是上属与下属 这是上下属模式的设定 然后这边Counter这边的控制暂存器 它有一个FACE的智能 的一个位元 也就是设成0或1 当设成0的时候 它就是初能 当设成1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有这个相位的设定 然后在这边 我们如果写0的时候 刚才讲过 就是不用这个相位暂存器 当如果我们设成1的时候 当EPWM SYNCI 就是同步讯号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TB PHS 这个相位 暂存器的值 再入TB C TR里面 各位同学 在这一个PART里面 我们介绍了PWM模组里面的时间技术器 这个子模组 这个子模组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主要是来产生一个载波讯号 所以我们知道它可以产生出 非对称与对称的载波讯号 透过我们EPWM的同步讯号设定 我们可以来当不同的EPWM模组之间 有相位的差异性 可以用来控制 例如说像三向马达之类 有相位需求这样的应用上面 在下一个PART里面 我们会继续介绍其他的子模组 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